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一户与基禄杰对峙 基禄杰是无形帝国的新十字骑士团 他们的等级就有如死神的对象 他被尤哈巴赫派往虚圈招募强大的破灭 他在虚圈中也击败三手神 现在与一户的对战才要开始 当一户和基禄杰对战时 基禄杰布甲突然出现而且还使用飞连脚 这就像羽龙一样 飞连脚就像死神的顺波和破灭的降转 他们各自都拥有不同类似的快速移动方式 一户看到他们使用飞连脚 然后还会使用弓 一户猜测他们就是灭雀石 接下来画面回到上一集 护停十三队的会议 山本总队长命令所有队长 做好今后战斗的准备 灭雀石告诉他们会五天后开战 但山本总队长很确定他们会撒谎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灭雀石无一不久会立即开始进攻 画面回到一户的战斗 纪录节从他的箭中向一户射出六支箭 但是当烟雾散去时 一户徒手抓住纪录节的箭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 出一户真的变强大了 这毕竟是最后一张故事 他基本上克服了 我们看到他经历的大部分成长的痛苦 一户继续说道 你的箭比石田的箭更厉害 我曾经被击中过 不过那是很久的事情 因此这一段试图让我们知道 纪录节比羽龙还要强大 不过随着时间的飞移 羽龙无疑会变得更加强大 纪录节不相信一户说的话 他不相信石田的箭会比他还弱 纪录节知道一些事实 这句话还真的是耐人寻味 因为他们都是灭血使人 所以他一定知道一些秘密 接下来纪录节说 得到有哈巴赫陛下下达的命令 所以他没时间再胡闹 纪录节激活他的最终形态 这最终形态就像死神的万劫 和破面的归刃 在前期故事羽龙对战 聂简历的时候 羽龙解开散灵手套后 周围的灵子会被强制性地 吸收掉回自己的力量 集灵子的力数 可以射出强力无比的剑 狮魂剑和虚圈都是由灵子力次做的 因此当灭血使解放后 他们就可以操控周围的灵子 并可以将这些灵子转化为 他们可以使用的能量 我们目睹羽龙解放后 会变得如此强大 以至于他可以击中 灭简历的万劫 在这种情况下 基禄结地的基本能力 差不多和羽龙一样 但他们是不同的版本的最终形态 羽龙所使用的最终形态 是200多年前的技术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是过去的遗物 依旧执着就版本是石田宗贤 那个人就是羽龙的爷爷 所以羽龙会使用 都是石田宗贤传授给他 与此同时 当有哈巴赫知道 特别记载战力黑漆一户 正在与基禄结开战 有哈巴赫他们为一户 贴上特殊的标签 这个往后会解释是什么意思 得知此时 后有哈巴赫下令前往石魂界 他要确保一户不在的时候 入侵石魂界 所以基禄结才会被派去 虚拳突住一户 一户继续在虚拳和基禄结战斗 一户直接使用月牙天冲攻击他 但后来发现 基禄结完全没有事情 基禄结告诉一户 应该瞄准再看 后来基禄结被亚用袭击 还将基禄结的脖子打断 但他很快修复断了的脖子 他说要告诉陛下调整血装的强度了 血装是专门提升无形帝国灭雀石战斗能力的技术 可依照灭雀石的需求调整强度 拥有维持基本生命的功效 可分成主掌攻击力的洞血装 与死掌防御力的净血装 基禄结开始吸收周围的灵子 他吸收的越多他就越强大 当亚雍试图靠近他的时候 亚雍也被吸走不少灵子而倒下 三兽神也躲不开他的吸收 在现实的另一边羽龙试图寻找答案 因为在上一集中 灭雀石几乎是入侵失魂界和虚圈的人 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灭雀石引起 亚雍一直认为灭雀石只剩下他们而已 所以他去图书馆寻找有关灭雀石的信息 但找不到任何信息 然后他想起还有个地方没有找 就是他父亲的房间 后来他打开房间里的一个抽屉 发现了他爷爷的日记 在读完日记后 他明白大部分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有哈巴赫的存在 还有某种程度上了解了他母亲的遭遇 然后他告诉了他的父亲 你竟然知道那么多事情 但他的父亲却冷漠地告诉羽龙 说与你无关 愤怒的羽龙就逃出去了 然而羽龙现在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之前我有提到 羽龙的选择的最终决定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这次的战争是灭雀石引起 那么他会怎么做做呢 他会加入战斗还是反抗他们 接下来画面来到狮魂界 我们看到所有死神站在大门 为这次的战争做准备 此时龙之介问志南 为什么死神会和灭雀石发生冲突 因为彼此的目标都是消灭虚 但志南也不懂怎么回答 此时有个很像懒染的人出现 他为我们讲解原因 在现实世界中变成虚的魂魄 是没办法回狮魂界 因此需要通过净化虚 让魂魄返回狮魂界 这就是死神的工作 也被称为调整者的原因 但灭雀石消灭变成虚的魂魄 使它们完全消失 狮魂界就不会再有魂魄回来 原本狮魂界和现实存在的魂魄数量 必须永远保持平衡才行 灭雀石在现实消灭的虚越多 魂魄也会越来越少 使得原本的平衡崩溃 狮魂界将会流入现实 导致两个世界同时崩坏 狮魂界多次主动找灭雀石商量 但每次他们都拒绝 后来狮魂界经过漫长的讨论后 在200年前最终发动歼灭灭雀石的作战 因为彼此的志向不合 就消灭整个族群的怨恨 绝对不可能消失 接下来下一个画面 是山本总队长和聂简利绘画 总队长问她知道 为什么叫你来这里了 聂简利很清楚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抹杀28000名留魂机居民的事 这件事情实在太黑暗了 为了保持平衡而做出艰难的选择 聂简利自行决定 处决28000名无辜的人 她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那么每个人都会死去 山本总队长问她 为什么不提早通知 聂简利回应说 她在灭雀石羽龙闯入精灵艇时 就已经预料会发生这次的事 曾提出谏言了 但总队长不愿意听 招致这次事件的一切元凶 不就是因为总队长 没有在千年前彻底杀死有哈巴赫 这简直就是揭示了千年血战的本质 画面回到虚圈 亚勇完全破坏纪录节 但纪录节站起来 然后修复自己的伤口 接下来她不再把亚勇放在眼里 然后她开始认真前 她开始地吸收周围的磷子 靠近的亚勇也完全被吸收 然后她的样貌也跟着地改变了 她的变得很像生化危机的中的怪物 而且很明显她现在的实力 远远超过了她过去的实力 医护意识到她头上的圆盘 可能是让她吸收磷子粒子的装置 医护尝试破坏掉她 医护也解放她的万解 来和纪录节战斗 与此同时是魂界那边 灭阙师们已经入侵诗魂界 尤哈巴赫在上空弹拳 蓝色灵子火柱出现在各个地方 突然一道火焰从蓝色柱子中射出 火焰直接击中到脊梁 右手手臂被巴兹直接轰下 同行的三番队第三名习官 也在实戒后被全部顺秒 四人灵牙全部消失 巴兹比也是星十字骑士团成员之一 圣文字唯一 对 象征能力为灼热 他能释放并操纵火焰进行战斗 具有等同甚至凌驾于队长级别 职场的不俗实力 第三集到这里却结束了 下一集应该会看到更多血清的画面了 我还真的期待下一集 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了 你们对于第三集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